第1581章 陶 一道鸿芒夺过天际之后不久 在其后方 滔天煞起突然弥漫天地 一道黑芒飞夺而过 那等滔天煞起让他不少强者都是胆战心惊 即便是一些宗派势力也不敢多加关注 那等强者随手一挥下 恐怕整个山门都是得被其抹出而去 这种层次的强者追杀可不是他们能够围观得了的 这个家伙还真是弃而不舍 鸿芒夺过天际 感受了后方遥远处的煞气 那道身影也是微微一顿 眉头紧皱 这道身影自然便是 那在与浑煞交手后逃走的硝烟 只不过让得他没有想到的是 那个家伙竟然会一直地跟上来 看着模样完全是没有半点要放弃的感觉 硝烟先生 这里距谷足上还有半日的路程 那家伙已是越来越近 在硝烟手中 耀天正接力地阻拦着高速所产生的风压 大声道 硝烟微微地点了点头 眉头微皱 酒品玄丹的能量 只能用恐怖二字来形容 现在他的身体内部 已是被那些恐怖能量 摧残得有些惨不忍睹 即便是小一 已经是拼尽了全力的恋化 可依旧是有些显得悲水车心 若非他肉体极强的话 或许早早的便已是被称得暴体而亡 而即便如此 也并非是长久之计 到时候 万一真的被玄丹的能量震伤身体 那还如何逃避浑煞的追杀 你二人谁准备先行离去 我体内状况并不好 带着两人的话 恐怕直早被浑煞追上 你们一人现在离去 尚还能保命 那家伙目标是我 应该并不会追击 硝烟略作沉吟 便是山声道 即便有着九品宣灯的能量做支撑 可带着两人 速度也不会比浑煞快到哪里去 我随你去 硝烟话音一落 药天与药灵几乎是一口同声地说道 他们都知道 跟在硝烟身旁是最危险的 而至于安全的位置 他们想留给对方 挺感人的一幕 不过现在可没时间争执 硝烟皱眉道 文言药天与药灵皆是一致 宣记后者猛的驿掌排出 直接是轰在药天胸膛上 一股劲气便是将其震出硝烟的控场 而硝烟也并未阻止 袖跑一挥 便是将药天震落天空 一道声音传进其耳中 速速离去 狼狈地吻下身子的药天 眼睛通红地望着硝烟二人远去的身影 也不多说废话 准身便是对着另外一处方向夺去 你倒是果断 硝烟手臂挽住药灵千腰 粉红色的火罩将两人尽数包裹 速度骤然暴涨 被硝烟紧紧地搂住千腰 药灵脸颊略微有些红韵 那种冷若冰霜的模样也是变淡了许多 他偏头望着身旁的那张侧脸 这张论起俊秀程度远远比不上他哥哥的药天的脸庞 却是让得他的凤母之中有些异彩闪烁 这些年来性自狼傲的他 很少对一名异性感到钦佩 唯有面前此人例外 两人接触的时间并不长 在药族炼制酒品玄丹时 硝烟认真而从容 而在面对着浑族的绞杀之时 他所展现出来的 更是宛如刀锋一般的灵力 杀法果断 一路拼杀 最终带着他们逃出了那本是死局的局面 美人爱英雄 不论这个美人曾经多么的冷傲 但似乎也依旧免不了这种定律 对于怀中的美人的想法 萧妍倒是未曾理会 现在的他绝大部分的心神 都是在压制并且炼化的体内 失控的浩瀚能量 同时他还必须的保持着速度 这些种种对于他来说 可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 分开了吗 在萧妍遥远的后方 一脸阴沉的浑煞的目光也是一闪 他飞快地在萧妍与耀天的背影扫了扫 最终一声冷哼 依旧是执着地对着萧妍追了过去 耀族的这些漏网之鱼 对于他们来说 根本没有丝毫的用处 可萧妍却不同 他手中的驼舌古地狱 可是魂族必得的东西 我倒是要看看 你能支撑到什么时候 天空上的一追一逃 再度持续了数个小时 在这数小时中 两人几乎是横跨了半个中周 虽说中途惊动了不少强者 可在魂煞那惊天气息下 却是无一人胆敢出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人夺过天际 而伴随着时间的退役 消炎的状况 也是逐渐地有些显得不加了起来 宛如晶体般的无穷能量 凝聚在气体内的经脉之中 将一道道经脉 都是给生生毒死了去 即便是小一拼尽全力的炼化 但每炼化一些 便是有着源源不断的 能量晶体涌现 而在能量晶体的慢慢膨胀下 消炎难以成坚韧的经脉 也是罕见地隐隐作痛起来 九品玄丹的能量 居然已经恐怖到了这种地步 消炎先生 药灵望着消炎那惨白的脸色 她斗气势力虽然并非很强 但灵魂力量却是相当不弱 因此也是感觉到消炎的灵魂力量 似乎也是在这种临翻的削弱下 变得有些枯绝起来 待会儿若是情况不对 我便将你也送走 消炎强行打起一些精神 现在她的身体不仅外伤重重 而且内部也是一片的混乱 能够支撑到现在也是相当不易 药灵轻咬了咬嘴唇 突然间身处血白浩腕 递向消炎轻声道 我的体质有些特殊 所以我的血液具备着滋润灵魂的功效 消炎先生 听得此话消炎顿时一正 目光看着药灵 那精致动人的脸颊 后者也是认真的看着她 那般模样不像作假 居然还有如此奇异的体质 难怪说存你或许有机会 踏入那地境灵魂 或许是因为这体质的缘故 消炎心中念头转动了一下 玄机也不多说废话 一口便是咬在药灵号腕上 牙齿直入血管 一道道阴红的血液 便是被吸入了消炎嘴中 伴随着那一道道带着 点点异样甜味的血液 进入嘴中 消炎顿时狠狠打了一个冷战 那些血液一入嘴中 便是化为一种奇异的能量 迅速地扩散而开 最后涌上其眉心 顿时原本有些枯竭的灵魂 居然被一层淡淡的血光 所包裹 一种比巅峰时期 还要充盈的感觉 油然而生 好奇怪的血液 脸庞上迅速地涌上 红韵之色 消炎的双目 也是明亮了起来 它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灵魂 对于那些血液 有着一种近乎贪婪般的索取 这还是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感觉 若是吸干了它体内的血液 说不定我的灵魂力量会再进一步 莫名的 一道念头从消炎心中闪过 旋即下一瞬 便是被它迅速地抹杀掉 望着药灵那轻咬着红唇 略微有些苍白的脸颊 消炎不由地在心头 为那畜生念头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下 缓缓地松嘴 抹去嘴角的血迹 略微有些歉意地轻声道 多谢了 药灵微微摇了头 眉毛望向身后 戴眉微皱 说道 那家伙的速度变快了 文言消炎面色也是微变 果然是发现遥远的后方 那破风声越来越低沉 显然是那浑煞开始不太烦 不知道使用了何种方法提升了速度 抱紧了 这里距离古族已经不远了 到了那里便安全了 消炎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也是变得凌厉起来 背后青红骨一震 身形便是化为一抹闪电 飞快地对着天际之边夺去 小子 想要寻求古族庇护 我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后方浑煞的脸庞异常的阴沉 他没想到消炎的速度 在减缓了一会儿后 居然又是再度提升了起来 当下手印一变 黑色斗气滔天般地抱涌而出 最后在其背后 划为一对数百丈庞大的黑色服役 紧接着在其舌尖一咬 一口精血喷出 沾附在浮翼之上 双翼震动 只听得刷的一声 其身形便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糟了 在浑煞身形消失的刹那 消炎面色也是巨变起来 一把抱住怀中的药灵 身形猛地下落 就在消炎身形刚刚下降时 一道血盲便是从头顶空间夺出 贴着其脑袋飞躲而出 消炎 我看你还往哪里跑 空间波动 一脸森然的浑煞破空而出 目光猙獰地盯着消炎 手中雪刀一晃 一道数千丈庞大的血盲便是划破空间 以一种霹裂大地之势 对着消炎二人暴侃而下 眼瞳之中雪盲急速放大 消炎的面色也是极端的阴沉 只见得其肩膀一抖 小一便是闪现而出 在小一的一条手臂上 那金色的雷龙迅速地蠕动了起来 然而就在消炎即将动用那九玄金雷的力量 做最后的反突时 一道苍老身影 却是突然出现在了前方的虚空 鹤声突然响起 在我古族的地方杀人 浑煞 你倒也是太过嚣张了一点 斗破仓雄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永波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烧听斗破仓雄 第1582章 1582章 击退 出现在消炎面前的身影 身着青色长袍 各发童颜 白皙的脸庞上挂着一抹笑容 看上去显得很是有些先锋道骨的味道 浑煞追了这么久 到了古族的地方 总该是要收敛一些 青山老者含笑地望着煞气滔天的浑煞 笑着道 听其所说 好像是老早便是感应到了 硝烟与浑煞之间的追讨 古道 古族三仙 浑煞面目阴沉地望着那青袍老者 脸庞上涌上一抹凝重之色 没想到一来便是遇见了这等棘手的人物 我的目标只是他与古族无关 文言那被称为古道的青袍老者 却是笑着摇摇头 说道 这可不行 硝烟也算是半个古族之人 交给你的话 断然是不可能的 浑煞 你还是速速退去吧 在这里交手 对你或许并不利 听得古道这一眼便是认出了自己 硝烟也是一正 这个半个古族之人又是从何说起 这个小子在吆火空间趁机取了熏儿的处子之身 莫非还想要耍赖不成 似是知道硝烟的疑惑 古道偏过头 淡淡地道 硝烟正了正 脸庞罕见地涌上一抹尴尬之色 春季迅速正容 沉生道 这位前辈 此番前来贵族是想告知 药族已被魂族所灭 而灭掉灵族与十族的凶手 也正是他们 古道脸庞上的笑容 终于是缓缓收敛 目光转向浑煞 轻声道 果然是你们干的 这个消息对于他来说震动不小 不过倒并未感到难以置信 毕竟在那些事情发生后 他们便是有了猜测 只不过没有证据 并不能直接证明而已 只不过让得他心中怒气涌动的 是这些家伙居然又下手了 废话真多 放心 你古族也迟早会与他们一般结局 浑煞冷笑道 倒并没有怎么辩解 就怕你们没这么大的胃口 古道眉头微皱 语气之中已是有着寒意涌动 胃口可不是光口说的 浑煞大笑了一声 背后浮衣猛的一闪 空间闪动 直接是出现在了古道面前 水刃刷刷的便是挥洞 凌厉的血色刀芒洞穿虚空 笼罩古道周身 浑煞数百年未曾交手 你倒依旧是没有太多的长进 若非你浑煞四魔盛 仗着人数远古 我古族三仙可丝毫不拒你们 面对着浑煞那异常凌厉的攻势 古道却是淡淡一响 手掌一握 一根杖许多长的青棍 便是出现在其手中 棍影舞动 整片天地的能量 都是被调动而起 化为无穷无尽的凶悍棍影 与浑煞刀芒硬碰在了一起 棍刀相撞 看似平淡的对胖 却是有着极端惊人的 灵力进风暴戏而出 那数千丈之内的空间 都是被震得剧烈扭曲起来 这片平原上 也是变得狂风大作 飞沙走石 萧炎搂着药灵迅速后退 落在一束山峰上 然后迅速盘腿而坐 酒品玄丹的能量 已经将她的身体 撑得满满的 若是再不想办法练化 她的身体迟早会自爆而开 酒品玄丹果然不能随意存福 萧炎心中苦笑了一声 这还是她第一次 被丹药搞得如此狼狈 而且同样也是第一次 因为体内能量太多而头痛 盘坐而下 萧炎手印变幻 小一顿石从体内冒出 玄机迅速化为一钻火顶 刚好是将她的身体包裹而进 顿石净连妖火 终于是彻底的爆发而开 铺垫盖地的钻进萧炎体内 飞速地炼化着体内 那些几乎凝成精快的实质能量 没有了敌人截杀 萧炎也是能够完全地凝聚吸神 将所有的力量都是用来炼化着体内的能量晶体 而这种全力以赴所带起的效果 显然是相当的不菲 竟然妖火的可怕威力 再一次展现而出 充斥着经脉之中的晶体 在那等源源不断地炼化下 迅速地化为一股股 宛如洪水般的精纯能量 在萧炎的体内呼啸翻腾 而原本躲得死死的经脉 也是再度变得松动 浩瀚无穷的能量 在萧炎经脉之中缓缓地运转起来 最后化为雄厚斗气 融入萧炎的四肢白骨 顿时一种充盈的状态 再度涌现心头 而且隐隐间体内斗气 竟然是再度出现了缓慢的攀长 酒品玄丹的功效 也是在此刻缓缓地释放而出 在萧炎抓紧着时间 炼化着体内惊人的丹药能量时 天空上的战斗 却是越发的激烈 古道与魂煞 都是各自种族之中的巅峰强者 而且也都是处于七星斗圣左右 交起手来 那般破坏力 自然是惊天动地 不过真要分出胜负 却是异常的艰难 该死的 怎么会遇见这个老鬼 这里是古族的地盘 这么大阵仗的交手 必然会引来他们的注意 到时候 若是古族三仙的另外两位也赶来的话 今天就连我都很难全身而退 数千丈庞大的血盲 从鬼头大刀之上夺出 然而确实在那古道 轻棍轻点下崩溃而去 魂煞的眉头也是紧皱了起来 必须速战速决 魂煞眼中凶猛闪烁 双手手印猛的一变 手中那柄血刀脱手而出 血盲暴涌间 瞬间便是膨胀至千丈庞大 巨大的血刀寻服天际 煞气宛如十字一般的凝聚着 刀锋之上雪光涌动 灵魂都是在这一刀之下 有些颤离起来 血神烈天 雪刀之上煞气越发凝聚 魂煞眼神一寒 雪刀瞬间夺下 刺耳的音爆在天空之上 轰隆隆的响起 雪刀过处 万丈之内的空间 尽数崩塌 下方那数万里的平原上 也是出现了一道万丈庞大的 深深勾渠 勾渠并不宽 但却是深得让人无法探底 雪刀夺下 骨刀的面色 也是变得凝重起来 手中轻棍 也是急速膨胀 然后狠狠地 与那雪刀碰撞在一起 无法形容的可怕冲击 自天空上席卷而开 树万里庞大的平原 都是在此刻 生生地塌陷了树杖 绝大树的山峰 都是尽数崩塌 化为烟粉般的存在 七星斗胜强者的交手 破坏力居然恐怖到了 这种层次 雪刀倒飞而出 体积也是急速缩小 然后飞快地 对着浑煞身影 所在的方向夺取 不过 就在雪刀碰触到 那道身影时 后者却是悄然消散 残影 古道眼瞳突然一缩 目光急转 却是见到 在远处消炎所处的山峰上 浑煞却是一闪而出 先前那惊天乙击 竟然只是这浑煞的虚招 他的目的 依旧是抓住消炎 小子 我说过 你逃不掉的 浑煞身形如鬼魅般的 出现在消炎前方 手掌一抓 那火顶便是崩溃而去 不过 就在其手掌 要落在后者天灵盖时 消炎那紧闭的双眼 突然睁开 一股比先前 强悍了数倍的气息 暴冲天际 顿时间天际之上 乌云涌动 隐隐有着雷鸣之声响彻 六星到上 你竟然炼化着九品玄丹 感应到消炎 骤然变强的气息 即便是那浑煞面色 也是一变 拳击眼中 杀意涌动 速度不紧不缓 反而越发加剧 哼 试试这个 面对着浑煞 这等致命之机 消炎面色 确实并未精具 一声冷笑 手臂之上突然有着 金色龙门浮现 而随着这道龙门的出现 天空上 那乌云中闪烁的雷霆 顿时暗淡了下来 仿佛遇见了什么 可怕的东西一般 不对劲 眼光瞥着消炎手臂之上的金色龙门 不知为何 浑煞心中却是永山一抹不安 不过这等时候 收手已是不急了 当下掌风越发凌厉 狠狠地对着消炎天灵盖 弩拍而下 去 宛如死身般的手掌 在眼瞳之中急速放大 吓一霎 消炎手臂突然一抖 那金色龙门瞬间暴涌而出 最后化为一道金色雷术 自其指尖 以一种肉眼难以觉察的速度 喷射而出 金色雷柱仅仅一吸不到 便是与浑煞手掌相处 旋即后者掌心 灵力掌风立刻崩溃 雷术轻易地洞穿了他的手掌 击中手掌的刹那 一股无法抗拒的距离 也是迎面而来 浑煞身体直接是倒飞而出 一蓬鲜血 剑射而出 这 那迅速赶来的古道 见到这一幕确实已惊 目光有些惊疑不定地望着 硝烟指尖 那道一闪即逝的金色雷术 从那上面 他感受到了一种 连他都是心惊肉跳的能量 混账 这是什么东西 浑煞的身形在天空上略微有些狼狈地稳住 望着手掌上几乎焦黑的血洞 他的防御先前竟然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 若是那耳机直接是轰动他的脑袋 恐怕即便是他 都是得重伤 就在浑煞面色聚变时 那不远处的空间 突然传来剧烈的破风声 显然是有着大批人马 正在迅速赶来 硝烟 你给我记着 这个仇 我会十倍讨回来 不甘地一咬牙 浑煞也明白 他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当下冲着硝烟 愿毒的嘀吼了一声 身形一动 便是化为黑芒 对着远处暴躲而去 硝烟默然地望着远处的昏煞 这才缓缓地抬起那条手臂 此刻这条手臂 已经没有了半点知觉 九玄金雷的力量 即便是现在的他 也仅仅只能勉强操控 斗魄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那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斗魄苍穹 第1583章 中文字幕续收听斗魄苍穹 第154章 中文字幕续收听斗魄苍穹